人生道路,有平顺,也有颠直 顺境当然好,逆境则是考验 当我们愿意转换不同的角度去体会 无穷的动力和智慧将会源源不绝 转念之间单元,康介立,沈佩强 将为我们带来一个个真实而动人的故事 欢迎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是康介立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转念之间 今天转念之间呢 我还是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读到了这本书的心得 那这本书呢,我再大概的介绍一下 它的书名叫做《脑到中年照样灵光》 脑就是脑子的脑 那这是一本翻译的书 那译者呢,是红蓝老师 红就是洪水的红 蓝就是蓝花的蓝 那他这本书呢,大概是在 好像是七八年以前就写了 他目前呢,红蓝女士呢 是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所长 他以前呢,在加州大学的河滨分校 在那边的教授也做了十多年 他是学这个心理学 也学神经科学 那他在中正大学跟阳明大学呢 都有这个,在神经认知方面呢 当教授 他的原作呢,叫做巴巴拉史特劳 那他的原作的这个书名叫做 《Grow up brain》 就是脑子继续成长 我会读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的容易 对我一个这个医学也好 什么脑神经也好 这个完全的门外汉 我发现他非常让我很容易就读懂了 也让我很轻松的就把一本书看完了 而且看完了以后还想再翻 所以我才想说 我如果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用我最浅的 最浅薄的一些知识 跟大家分享的话 那应该是对各位听众是有点用的 那我们上一次呢就讲到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大脑不再继续老化下去 因为人到了一个年龄了 就慢慢慢慢就老了 那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个大脑的健康呢 他上次有讲到有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运动 第二个是食物 第三个是你的信心 就这个三方面的 只要从这个三方面来 着手的话 应该就没有错了 因为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错误的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人类的这个脑神经 人类的海马回 它不可能 它的细胞不可能有再生的能力 那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 就让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 老了就是老了吧 老了就算了吧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那读了这本书以后 我就发现 我不能说我老了就是老了 所以呢 我就这一次呢 再跟大家谈一谈 为什么从运动 从食物里面的几个小例子 就是说 在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神经科的一个专家 叫做盖吉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Fred Gage Fred Gage 他是很有名的神经科学的专家之一 他跟很多不同的科学家都一起研究 他认为神经再生 这是我们对脑神经的一种改写的一个历程 因为神经再生 就可以让我们的脑子里面的细胞 有新生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他第一个他就讲到说要运动 为什么呢 他说你只要运动 只要你跑步 你跑步的话 你就会有氧气 你有氧气就会吸入最大的氧气 因为吸入最大的氧气 他就对你的脑神经有很好很好的帮助 第一个 能够减少你身体上的发炎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 当然是从动物身上做实验 可是他也在人的身上做了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实验 那个实验就是说有一个科学家 他其实是得到了癌症 他得了癌症以后 他后来因为癌症他去世了 那癌症去世以后 他就把他的身体捐给科学家做实验 结果他们把他的大脑去解剖 解剖以后才发现 他大脑的海马回体 有新生的细胞在那边 并不是说他年纪大了 他已经就没有生了 他还有新生的细胞 他去世不是因为老 他去世是因为这个其他的病症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让我们知道 当你运动的时候 你吸收到了最大的一个氧气的时候 第一个 你减少你身体里的发炎 第二个 你让你的氧气能够再生 当然要配合你的食物的营养 可以再生你的神经元 哇 这个 这个 就太好了 那运动的话 他说其实你只要跑步 你每天有三十分钟的跑步也好 做什么样的运动也好 每天持续的这样做 你的身体里面需要的氧气就足够了 其实我们的身体的构造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奇妙 那第二个呢 是讲到这个食物 因为食物可以把我们的大脑 加强什么样的机制呢 比如说像维他命C 我们也都知道啦 维他命E 这些都是抗氧化剂 那抗氧化剂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发炎的一些东西 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发炎 也许我们自己不自知 那我上一个月 上一个星期也跟大家谈到 我说我胃有一点胃炎 我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呢 如果我吃的食物是对的 它就可以抗发炎 如果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它也可以抗发炎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专心 就是说把我们的心里面的专心 放在运动 放在食物上 因为大脑需要用掉很多的能源 特别是氧气 那对于有氧气能够吸进我们的身体 这个是我们自己应该要自己 应该要特别特别的 叫做注意跟留意 比如说他们说喝一点红酒 对身体好 那为什么呢 他说红酒里面呢 有一种叫做白梨炉醇 就是白是白色的白 梨是那个光明那个梨 炉就是炉灰的炉 白梨炉醇它的一种东西 那这个呢 可以使我们的细胞 特别是对我们的大脑的细胞 健康而有活力 当然并不是说要你喝很多 就是每天持续的喝一点 所以当你这个喝这些东西的时候 对你的脑细胞 对你的整个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呢 我们有说我们最好要吃这个有机的食品 那有机的食品里面呢 就没有一些农药来阻碍 那就是完全是自然的 比如说绿茶 比如说这个茶上面这个 里面的这个芬多精 但是不是说是让你聪明 至少 至少让你身体的需要 可以得到一些补充 那我们都现在知道了 运动跟食物都很有重很重要 那我上一次呢 还特别介绍了几个不同的食物 那我这一次呢再跟大家再谈一次 什么食物呢 比如说prong 就是梅子 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去 吃这个buffet的时候 早餐的时候 它就有prong 还有葡萄干 或者是blueberry 蓝莓 或者是blackberry 或者是strawberry 莓对身体都很好 比如说大蒜 对身体也很好 还有呢菠菜 对身体也很好 或者是rasberry 对身体也很好 我每次出去 别人要我 你要点什么饮料 我大部分 我都是点这个rasberry 那比如说这个 有一种紫色的菜 切得很紫硬硬的那个菜 也很好 比如说 那个有一种叫做beat 那个叫做甜菜 很红 颜色很红 或者是说avocado 也很好 比如说kiwi 也很好 还有呢 大的红豆 红色的豆子 也很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 你吃东西的关键 在它的颜色 颜色要鲜 颜色要鲜艳 颜色还要深 当然红萝卜也可以 番茄也很好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尽量让它平衡 当然不能光叫你吃一种 各种不同的 都可以吃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个人对 对生命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乐观的态度 常常笑口常开 他这边呢 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老朋友 他工作也做得很好 他事业也很有成就 已经65岁了 他有一天呢 他回家 他在半路上呢 看到这个卖玫瑰的 很漂亮 哇 他说这个玫瑰花 真美极了 他就干脆就下了车 就去买了这个玫瑰 把它插在家里面 他自己看了都很高兴 过了几个小时呢 他就忙来忙去 把饭菜做好了 他突然就 我怎么闻到一个味道 这么香的味道 这是什么样的味道 他说 有人在我家里 你喷了香水吗 结果他走进客厅一看 哦 原来他在客厅里面 擦了一盆花 那个花里面的香味 让他感觉 有了这个 家里面有了气味 他说 我根本就忘了 我买玫瑰 这是一个 很能干的 一个65岁的 高级的主管 他都会 既然说 他买了玫瑰 忘掉 可是呢 是什么让他年轻呢 让他能够停下来 去买一束玫瑰 让他停下来 能够享受一下 这个玫瑰 想想看 多好 当他看到 他忘记了 买的那束玫瑰的时候 他自己 哈哈哈哈大笑 这个笑声又让他 把他的脑神经元 又再多做了 多一次的进步 所以人除了运动 除了这个食物 那你对于你自己 有一个很积极的 生命的态度 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最近呢 在网络上 看到有一个视频 也有朋友给我 传给我 那他那个视频的名字呢 叫做 是一个 专门介绍电影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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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台 叫做 盒子电台 那他说 那个名字叫做 一切 如你 这是一个 专门给年纪大的人 能够看了 可以灰心一笑的 一个 短片电影 他总共 有十个短片 十个 生活上的 生活百态 比如说 他有 出发吧 赶车 比如说 他说 有一个 片名叫做 逆生长 还有一个 片名叫做 养花的父亲 还有一个 片名叫做 母亲的生日 还有一个 就是 爷爷奶奶 我爱你 总共 有十段 生活的百态 那故事呢 都是由高龄的 演员 所演的 他的主题 就是说 人老了 没有关系 只要 新 活着 人老了 绝对 不要做 等吃 等睡 等死的 三等公民 这个故事 非常的感人 我觉得 如果您 有空的话 也可以到 网上去 找一找看 这个片名叫做 一切如你 很高兴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跟大家分享 关于 人类老化的 这个问题 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呢 我们用很轻松的 语剂 去把 这个事情 来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 保持着 生活 永远 有希望的 一个生活态度 好 谢谢您 收听今天的 转念之间 我们下个礼拜四 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